本月15号,三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个批次的水饺 在湖南湘西甘肃九泉两市抽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17号下午,三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媒介公关部向记者回应说 公司不会推卸责任 该公关部称,公司已第一时间将相关疑似批次产品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 河南省政府已派出由省畜牧局牵头的联合调查组 吩咐湖南甘肃两地协同当地有关部门核查相关情况